欢迎收听艾玲幸福相谈 我是艾玲成艾玲 今天是母亲节 是不是所有的妈妈们都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可以很开心的度过 不要只有母亲节好不好 我觉得好惨哦 如果说只有母亲节 然后做妈妈才能够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真的是有点辛苦啦 不过我想这件事让孩子们 让身边的人能够更肯定一下妈妈 了解一下妈妈的辛苦 然后让妈妈可以有理由正大光明的偷懒一下 或者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 然后可以很开心的活每一天 所以这一天只是希望只是很多天很多天里头 这一天而已 所以我们要祝每个妈妈们 每个女性朋友都能够做自己愉快 做自己然后平安健康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聊一个也很开心的话题 是跟买东西有关系 其实不只是买东西 我们要访问的是 GIF543政务网的创办人 马玉如玉如 玉如你好 你好 你好 爱玲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GIF543政务网的创办人 马玉如 GIF543政务网 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有这个 平常有在注意这个 网上的活动的话 这个其实是已经 你们已经成立九年了嘛 九年 对 所以应该 而且这个流量蛮大的 听说还因此挂了很多次的网 对不对 挂了超过三年了 对 断断续续 加起来 加起来 加起来三年吗 是 那你成立九年 每三天挂一天吗 平均是这样的 可是还是非常受欢迎 我们就要知道 为什么这个政务网 它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 然后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如果想要去参加 这个政务网的各种活动 有这个进去的 有接受的 有给予的 有接收的 那我想都是一个 很好的平台 那所以今天等一下 可以来慢慢的了解 可是呢 我一定要先问一下 玉如 她好年轻哦 谢谢谢谢 看起来其实不年轻啊 你要跟我们讲吗 你都要年纪吗 对对对 这可以公开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 很多人一定看到你这样 觉得你是大学生 谢谢谢谢 我28岁创政务网的 政务网已经九年了 所以很惊人吧 然后我刚才看玉如说 我真的心里已经有准备 我知道她是个小女生 但是没有看到 那还是离我的这个想象 有一段距离 所以她说做开心的事情 就会年轻 对不对 对对没错 好那玉如可不可以 跟我们讲一下 你在念台大 你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吗 那为什么会 这个好像 这个就业之后 进入社会之后 有好几次的 不同的工作经验 然后走到这个 政务网 创办人这样子的角色 我因为大学念中文系 那虽然中文也很有兴趣 但觉得念完出来 好像就只能当老师啊 这样的一个生涯规划 那我就觉得我不太适合当老师 因为就没有什么耐心 就怕要是我教 当老师一定会上 那个社会新闻版 不小心对学生怎样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去工作赚钱好了 就等到赚钱 我就可以有财务自由 就可以很早就退休这样 那个年轻人都是这样想的嘛 后来我就去 想说什么样的工作 可以得到最高的收入 我就去卖最贵的产品 所以我就去卖豪宅 常办 就家进建设公司 卖这样这些产品 建设公司 所以不是 不是那种房重业吗 是建设公司 是建设公司 自己的造的房子 然后去 我们就在接待中心里面 然后有时候要开发客户 企业组或什么 因为卖的单价比较高 对 所以就 其实 事实是这样的 事实是这样 就是卖了以后 我的收入都比同侪要高 高很多倍 听说有几十万这样子吗 对 当年就是 刚毕业完22岁 好令人羡慕哦 一毕业就可以赚到二三十万 但是呢 但是其实 为了售出那样的房子 你还是会必须要做一些 可能 像我同事啊 就是台风天 他们还要 就挡猪漏水啊 跟客户介绍 但我会觉得说 他会漏水 就会漏水嘛 难免风那么大 水会灌进来 那我就觉得可能中间 要有一些 说谎的这样的过程 我就不喜欢 所以我觉得 那些钱并不能 给我带来快乐 所以我就想说 那人生还这么长 就是就离职去 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然后我是先去 因为豪宅很多人 会带地理师来 然后我就先去拜师学艺 我觉得这个好好玩哦 阴宅阳宅 职位斗树 我都出师了 还有那些看神威什么的 所以我后来 靠这个其实 也可以赚很多钱 对啊 看风水现在很多人 还是很需要 是 像日本大陆都有 我的客户 我也常常过去找他们 然后但是 忽然就有一个机会 我在九年前 领养一只流浪猫 就是收养别人 不要的气猫 然后就 刚好在那 moment 在网路上 有人在送猫龙 我想说 因为没养过猫 是不是猫要放进去 笼子里才好养 我就去嘎索去 因为刚好住得很近 不然其实在这之前 我也没有什么 二手买卖的经验 或面交 就没有 只是那一刻就突然觉得 刚好我要猫龙 他就陌生人给我猫龙 蛮好玩的 他又写说九成星 然后我就过去 就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女生 然后他看到我 就冲过来 就是拉着我的手 说谢谢你 谢谢你 就索取我的猫龙 对 我就觉得 不要钱嘛 对不对 不是买 是赠送你 然后他还对我 千恩万谢 对 我想说是什么情形 然后他就说原来 他笼子是拿来养兔子 就笼子呢 可能喝到冰水 三天后就过世了 然后那笼子超级巨大 他妈每天骂他 叫他处理掉丢掉 可是想说我们 我们人不太可能 就是这样 马上处理丢掉 一个好断断的东西 所以他就很痛苦 然后刚好我需要 我索取走 他就觉得 他良心没有不安 然后物品又交给我 然后我就看超新的 然后去后来因为买了 因为有了猫咪 我就去动物 就是那些卖 卖饲料的地方 对 然后就竟然同样的一排 只要七千两百块 哇 所以等于我省了七千两百块 是 然后我少买一个笼子 等于地球不用再生产 那个笼子了 对 然后他也没有丢掉笼子 他的笼子也没有去掩埋 或焚化 这样的过程 就是很好的一个交流 对 各取所需 然后真的是物品 就叫物尽其利 地尽其利 无尽其用 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的体会真好 那所以可能同时 我在丢掉的东西 有别人需要 或是同时别人 觉得很烦恼 不知如何处置的 闲置物品 我也需要 那我就上网找 有没有这样的平台 我是打算把我妈堆的东西 全部通通 分享出去 就一跑 那个希望我妈 不要听见 他的东西多大不可思议 所以我就 那次上网找 你知道我看到你 为什么 我看到你的证物网 这三个字 我看到了 上网查一下 我就说 我一定要认识你 因为我就会是可以 好好的利用一下 对 会心不安 你知道 而且乱送 我也觉得不妥 因为你就是 比如说 我以前会把它 拿来送给我身边的人 可是发现 就算是衣服好了 有些人 你觉得很棒 有些人不见得 会喜欢 会适合 然后反而会增加 他的困扰 你知道他觉得很头痛 那后来我就 当然我就意卖了 可是我觉得 有些东西不能意卖的 或者是 真的是很难去找到 适当的人 谢谢 就意卖其实也OK 只是这种 就是分享的感觉 是蛮可以挺多的 就你现在成立了 证物网之后 你还是有把妈妈东西拿来 偶尔会偷偷送一点 对对对对 他也OK 因为后来我有跟他讲 但他只是 就可能他那个年代物资比较缺乏 就养成这种 囤积的那种 对对很多人都有这样子 不是 对 位置里起码有50支碗没有在用 因为碗 不会打破了才会换 所以就觉得 这种东西堆起来 其实也是蛮忧郁的 我觉得 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痛 很困扰 你要说断舍离 我觉得这是要功夫去练习的 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收到一个礼物 一个花瓶 我没有用 我就把它打碎丢掉 不太可能做这种事吗 那一定是把收起来 对我昨天才收到一个很可爱的 人家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一个铁盒子 里头放了一个手帕 然后呢 我一时收起来的时候 我很想把它放 那常常 就会放到忘记要去用它 那九二九四那个东西 都真的是新兴的 然后但是就 就是变成是一个废物 然后也不知道给谁 我现在知道了 可以 对啊 其实这样搞不好 有人还要筹钱去买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对 如果需要的话 对他们来说就是保物啦 是 所以就是资源交流嘛 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跟我的一起 等于说平常生活上的朋友问说 那既然没有这样的平台 我们九年前的时候就说 那来做一个吧 然后他们就说 好啊 那就来试试看 所以就开始做这个平台 结果你们这平台 做了九年 始终就是那几个 一开始就四个女生吗 一开始四位 对 都还在 那现在已经十五位 哦 然后听说 其实 是靠理想来凝聚的 是不是 对啊 超穷的 而且前几年 有的时候没有薪水 没有 发不出薪水 不能定时 五六年都没有给他们薪水 啊 对啊 但我有累计下来 他们说那是我画的大饼 我说等到赚钱还他们 现在呢 现在就是 还没有到达损益两平 但是已经有不错的收入了 所以他们已经都 资薪一年多了 会持续下去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 不堪的事发生了 我们真的很佩服 一群年轻的女生 用理想热忱去 持续下来 不是做one shot 不是做一次性的 或者是短期的 而是真的已经到了九年 而且还要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要来 到底了解一下 这样子的购物 证物网 叫giv giv 543 可以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 怎么样子来 来利用这个平台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物尽其用 减少这个很多的浪费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